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期关于Swift的开发课程 不过在分享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同时邀请您参加我的Discord专区 咱们一起讨论技术分享代码吧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Swift的基础语法是这样 我准备过些天 开这个IOS的开发课程 现在如果想学习IOS的开发课程 主要的语言就是使用Swift 包括开发IOS UI 咱们用的也是Swift的UI 对不对 所以说这门课程 或者说这种编程语言的基础语法 学习它是势在必行 以前我开发过这个IOS应用 用的是Object C 说句实在话 我非常不喜欢Object C的语法 它是把面向对象的理念 硬硬的增加到了C语言当中 非常的不喜欢 代码可作性也很差 而且开发UI也不是很好 所以说我并不喜欢 但是Swift完全完全的不一样 它非常的像咱们大家熟悉的JavaScript 对吧 它非常的像Cotlin 它也有点像Python 所以说作为入门级的语言来说 它是非常的适合 同时它不仅仅可以开发手机应用 它也可以开发服务期端 甚至它也可以开发TensorFlow 所以说Swift的基础语法 咱们势在必行 必须要学习一下 好不好 OK 接下来咱们先看看我的文档 首先咱们先看一下Swift的官网 我给您访问一下 大家请看 虽然说苹果在用Swift 但是Swift它作为一门开源的语言 它单独有个自己的文档 有个自己的网站 同时公开出来 咱们大家通过这个网站 就能够学习到Swift最新的常识 以及它的基础语法 同时大家请看还提供编译器 对吧 OK 是这样 今天我并不准备给您讲解 如何下载Swift的包 如何安装它 如何编译咱们本地的Swift的文件 我准备全程采用Google的collab 给您讲解 是这样 Googlecollab咱们大家都知道 它是一个python的 用于机器学习的 这么一个学习平台 对吧 其实不是 它同时也支持Swift 咱们可以看一下 大家请看 在这个地方有个代码执行 然后有一个更改运行时类型 其中大家请看这个地方 就有Swift 对吧 既然它的Googlecollab云平台提供了Swift支持 那么咱们干什么不用它来学习Swift的基础语法呢 您说不是吗 但是我给大家提一下 您如果想在您的本地collab中 想建一个Swift的记事本的话 刚才那个位置 您是看不到Swift Swift因为不是collab默认支持的选项 所以说呢 它默认的被隐藏掉了 那么如果您要想像我一样 能够在collab中支持Swift开发的话 大家请看 请您点击这个link 它用这个link呢 会自动创建一个支持Swift的collab的运行时 好不好 其实它内部是支持Swift 只仅仅是被Google隐藏掉了 但是咱们通过这个命令 通过这行URL 也能够创建一个支持Swift的运行时 所以说您执行这行代码 就可以创建一个您自己的Swift的collab的运行时 完全的没有问题 OK 引言部分就给您介绍到这里 接下来就是今天我给您介绍的 Swift最基础的语法的部分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我分为了几个 怎么说呢 章节对吧 基础语法 控制流程 函数与臂包 对象和类 枚举和结构 协议和扩展 错误处理 这些个是学习一门语言 所最最基础必须要掌握的常识 您通过看我这个文档 学习我这文档中给您记载的语法的话 您起码怎么说呢 不会对Swift感到陌生 您可以马上就能够去开发一些个 基于Swift UI的手机应用程序 也就是说 您看我的文档 可能花上一两小时 把它理解之后 您马上就能够去开发一款简单的 基于Swift UI的手机应用 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 好不好 是这样 因为我的代码 我的文档的比较多 我不会说像以前做基础语法教学一样 一样一样的给您讲出来 而采用一种把所有的知识点 重要的基础知识点囊括在一个文档当中 然后我带您咱们简单的过一下目就可以了 然后我会把这个文档分享到我的Discord的专区 有兴趣的朋友加入我的Discord 然后您在我的Discord专区中 请下载我这个文档就可以了 好不好 OK 那咱们简单看看我的文档的内容吧 比如说基础语法 咱乍一看以为Python的是吧 点击一下 大家请看 我虽然是collab 但是这个地方是可以执行的 没有问题吧 对吧 要定义变量就没说了 看一下 看起来像Python 像JavaScript 对吧 OK 也像TS 对吧 然后这个地方 Lite的一个常量 这个就 我看这怎么报错了 对 这为什么要报错 Lite是因为它声明一个常量 所以说我声明常知道给它复值 它就会报错 没有问题吧 这个咱们乍看像什么 像TypeScript 对吧 都能找到影子 都能找到以前 咱们去其他语言的影子 然后显示这个地方 又指定一个编译的类型 这是没有问题的 执行 可以吧 然后大家请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它提供了字符串与数字 相加的这么一个样例 如果你要想把这个字符串和数字相加的话 因为Swift它是基于编译的严谨的语言 所以这个地方 咱们硬性的给它指定一个Stream 就可以相加 不像Python 直接就可以加 对吧 这要严谨的指定一下 其实我喜欢严谨的语言 同时大家请看 Swift还支持这种语法 它把所有的内容都写在一个全局的字符串当中 然后它通过嵌入变量的方式 咱们也能够执行到它 取得到它 看一下 大家请看 也是完全没有问题吧 其实我比较喜欢下面这种写法 但是上面这种写法 我在做代码调试用的也是比较多 其实Python中不也挺类似的 这个.format其实是一个道理 只不过Python这个地方写上第几个变数 后面第几个变量 然后后面点个.format 然后再把这个变量跟在后面 对吧 其实换汤没换药 对吧 接下来大家请看 创建数组 这个和Python也都很像 和gs也都是一样的 对吧 然后添加数组 是跟Python一样 添加一个 你看我这 建了三个这个球员信息 库里 勒布朗 哈登 对吧 打印出来之后 这下面都出来了 没有问题 对吧 这基础的数字使用 同时给数字里面添加一个元素 雷纳德 然后再输出 大家请看 这个数字里面多了个雷纳德 对吧 快船昨天还赢了吗 好像是 OK 接下来定义哈希表 这个也是似曾相识 对吧 这个key value的关系 然后咱们打印出这个哈希表 以打印哈希表中每一个 或是某一个key的内容 同时咱们可以给这哈希表中 再增加一个值 都是没有问题的 运行看结果 大家请看 出来了吧 没有问题 大家请看 这点为什么是个option呢 是这样 因为在这个swift中 包括Cotlin也是一样 就是说 他认为所有的基础类型的数值 或者说是类型 是不许为空的 比如说数值型 比如说布尔型 比如说日期型 对吧 那么咱们可以让它表示成空 在这个swift里面 是需要有一个单独的设置的 对吧 让它就说 你是不是围空 如果是这个数值 哪怕是NT型 可围空的话 它被认为是optional 好吧 这是一个常识大情记住 OK 一般来说是不能围空的 对不对 好 咱们再往下走 这创建一个数组和字典的方法 是创建一个空数组 以及空字典 没有问题 包括空字典 key value key是strain value是float 没有问题 这创建出来了 OK 接下来是基础的控制流程 if else 循环等等 都没有问题 大家请看 比如这地方 咱们定义了一个数组 然后for循环 这乍一看像python OK 然后咱们就定义一个哈希表 然后咱们再循环 循环的里面 加上了一个if else的判断 没有问题吧 然后输出每一个循环节的内容 这地方都能输出 因为这个地方 我给您定义的是一个哈希表 所以这地方 咱们取到的是key value的类型 没有问题吧 OK 运行一下 可能今后我再给您 开一些其他语言课程 基本上会按照这个方式讲 不把知识点拆成一个小细节 然后做成一个三五分钟的视频讲了 我准备 合成一起讲 可能效率比较高 是吧 也接受大家的事件 也接受我的事件 对吧 OK 大家请看 接下来 就是刚才跟您说的知识点了 把一个int型设置为可空 对吧 咱们点击一下 一般来说 咱们做一个int数值型 不能为空 你至少设个零 对吧 它这地方大家请看 通过加上一个问号的方式 让这个变量 可以把它赋予空值 如果是空值的话 会显示年龄未知 对吧 如果说咱们不加这个问号的话 它是不允许设为空的 它会报错 对吧 所以说 咱们如果对于原始类型 有要付空值的业务需求的时候 那这地方咱们要加上一个问号 加上一个问号的话 也就是说 这个值不是硬性的值了 而是可选值 刚才咱们看到的optition 好不好 这地方一定要注意 再说一遍 好 接下来大家请看 它还有一个问号问号运算符 干什么了 咱们看 它会判断前面这个值是不是为空 前面这个值如果为空的话 它就会取后面这个值 比如说大家请看 我最近正在做这个皇室战争的AI 对吧 大家请看 比如说皇室战争里面有两个卡牌 火球万箭齐发 对吧 但是您当前未必拿着火球 但是您肯定拿着万箭齐发 那么我就把这火球设成一个可为空 那么咱们判断了 大家请看 如果火球可为空的前提下 我就会这么判断 如果是为空的话 冒号 我就显示后面的 如果火球不为空 就显示火球 大家请看 我前面这一三行代码 这个fireball 这个变量是有值的 它不为空 所以说它输出的是 首选卡牌是火球 对吧 然后我把火球 这是个字符串 我把它射成空 空是nil 对吧 射成空之后 然后咱们再输出 因为是空了 它走双倍 然后它会看到后面 显示出来 就是万箭齐发 对吧 看一下 还有 就是说 这个空 在不同的语言中 在不同的语言中显示的不一样 比如说有的语言显示 no 对吧 有的语言显示 no 有的语言显示 new 对吧 还有的语言显示 nothing 对吧 这根据你不同语言 咱们只能死硬背了 这没有办法 说死硬背 只要你熟悉它 怎么说呢 习惯它就可以 好 接下来咱们再看 Swift里面的最基础的Switch语法 这个也是常用的语法 没什么可说的 比如说 咱们预测一个鸳尾花 对吧 前两天给您做一个视频 对吧 它这个鸳尾花 有三种可能性 如果是零的话 山鸳尾 一的话杂色鸳尾 二的话维基尼亚 对吧 二以外 我没见过这种话 对吧 这就是标准的Switch的语法 对吧 执行一下 因为我现在是零 所以显示出来是山鸳尾 对吧 咱们改一个 比如说二 对吧 再执行 control加 灰车也行 对吧 维基尼亚 咱试上一个20 对吧 它没有吗 所以显示 我没见过这话 好 接下来咱们大家再看 Switch里面的最基础的 循环的写法 附一个变量 然后wire true 一直循环 一直循环到 它等于false时候就退出 这种语法 在每种语言里面都有 但是常用性不是很强 包括这个 大家请看 声明一个初值 然后repeat 一直循环 循环到wire true 循环到wire 等于false时候退出 这都没什么可说的 这个仅仅是说 它设计出来这种语法 但是咱们未必去使用 咱们用的 循环更常用的 还是foam对吧 比如说像现在这个单看 我循环是0到小于3 这个是循环0到3 对吧 这两个区别 大家注意看 一个是点点小于 一个是三个点 这个注意对吧 这个是他们举置范围会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咱们运行看一下 大家请看 一个是0到小于3 对吧 0到2 一个是0到3 没问题吧 这是简单循环的样例 没关系 没有接触过swift语法的朋友 您不用担心 我把文档分享给您 您把我代码 直接在google club打开 您一行一行 运行都是没有问题的 都能够跑动 好 接下来咱们再看 定义函数 定义壁包 这个也很简单 funk是函数 函数名 跟上函数的参数名 以及参数类型 以及这个地方 大家注意看 定义返回值的类型 如果习惯python的朋友 可能非常的不适应 是吧 怎么还要定义返回值类型 可是您若是java c++的朋友来说 您就非常的理解 在定义一个函数 或者说API接口的时候 要严格定义 每一个参数 每一个类型 以及返回值的每一个类型 一定要有试像书的定义 对吧 其实我非常喜欢 这种严谨的语法 python有点太灵活了 对吧 好 咱们定义完这个函数之后 然后咱们调用它输出 注意看 调用的时候 这个地方 一定要跟上一个参数名 这也是我比较喜欢的调用方法 当然您也可以不写 您不写的话 需要在定义函数时 前面加一个下划线 但是我不推荐这种写法 我推荐是说 您在调用函数时 要跟上这个参数的参数名 为什么 增加代码的可读性 好不好 运行一下 没问题吧 OK 接下来 再定义一个返回原组的函数 返回原组是什么意思 大家请下这个位置 对吧 我返回不是一个值了 是一组值 这个在python中也有 这个我不给您做太多的讲解 您直接运行代码 就能够 可以明白 就说它返回的可能不是一个数字 不是一个数组 而是多个数字 或多个数组 或多个对象 这个是非常常用的语法 您要了解 接下来 这个视频我时间不想太长 接下来咱们大家请看 是这个欠套定义函数 也就是说 咱们在定义一个函数的里面 又定义了一个小函数 好不好 这都是语法的弄好 大家也要了解 接下来 大家请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要说一句 是这样 咱们定义一个函数 一般来说 咱们要做一个返回值 这个返回值 可能是一个值 是一个数组 或者说是咱们刚刚看到的 返回一个原组 多个值 对吧 同时 它还可以返回一个函数 对吧 大家请看 在这个地方 定义出 它返回函数的声明 接口声明 比如说 我给您的例子 就是说 它返回一个 有两个INT整形参数 且返回值是INT的这么一个函数 比如说 这里面我定义的ADD 就符合这种接口语法 所以说ADD这个函数 就能够被返回 好不好 能够被这个Kalmas3返回 好不好 OK 下面是它的调用方式 这是简单的语法的弄好 您把我的文档拿到之后 您平时没事的时候 也不用说 天天叫我看一遍 您用的时候 您就把我这个文档 当这个字典来调查 来查询就可以 没有问题 然后咱们大家再看这个地方 这地方也非常常用 定义回调函数 是什么意思 这个回调函数的意思就是说 我在调用函数的时候 我不仅仅是传些个变量 对象 数组 我可以传进去一个函数 然后在函数内部 执行好的逻辑之后 当发生某一个特定条件的时候 它会回调回来 对吧 这就叫做 这个怎么说 非常普遍应用在 这个事件模型当中 好不好 这个地方 这个回调函数 你也应该要理解 它是怎么回事 OK 当然了 有朋友不理解的话 进我的Disco讨论区 咱们可以一起讨论 我能跟你讲明白 因为最近我正在做 AI的一些东西 可能常用到的 就是这个回调函数 为什么呢 因为就比如说 我在做这个屏幕抓取的时候 那个是我封闭在一个 单独的函数里面 但是当激发某一个条件的时候 比如说 在画面上找到了敌人的时候 那么它会回调回来 然后在我的 这个调的原处呢 需要处理 我接下来该怎么做 对吧 这是今后的话题 好 然后接下来是B包的使用 B包使用 相当于是一个匿名函数 也就是说 我呢 并没有给函数起名字 对吧 而是在一个需要 函数接口的地方 我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我定义了一个匿名的函数 当然了 我也可以不采用这种 B包匿名函数的写法 我也可以采用正规的写法 我都给您写出来了 这些一个代码的效果都是一样 只不过分为正规写法 B包写法 匿名函数写法 都没有问题 包括这种简单的写法 这个地方呢 我都给您总结出来 您呢 简单的使用一下就可以了 OK 知情都是没有问题啊 接下来对象和类 咱们现在编程 怎么能说不面向对象的编程呢 这个地方呢 我简单的给您定义了一个玩家 玩家类 对吧 然后咱们运行一下 没有问题啊 然后这个地方有初始化函数 或者说构造函数 然后呢 定义一个函数 然后返回值 同时呢 接受参数 付给模板机变量 大家请看 它跟模板机变量 它用是self 对吧 self呢 就非常的像 非常像python 它就是python啊 self OK 接下来 大家请看 咱们定义完一个类之后 咱们还可以做类继承 同时可以做方法的重载 都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面向对象变成吗 对吧 同时 咱们定义一个类的时候 还可以为某一个属性 定义它的get set 这个呢 您可以把它理解为 直属性 也可以把它理解为计算属性 都可以根据您实际业务需求的设计来决定 怎么都可以 计算属性也可以 就专门的这个直属性 也是没有问题 对吧 点名称 点这个age 年龄 都是可以的 好 接下来咱们再看看 它还支持每举和结构 结构体吗 对吧 是这样 美举 怎么说呢 可能我用的最多 还是系统提供的一些个美举的变量 我实际在业务开发过程中 我很少定义自己的美举 一般我都定义成012345flag 对吧 一般很少用美举 但是系统编程 或者说老美编程 他们非常喜欢用美举 可能他们为了增加代码可口性 但是我用0123 我自己做flag 代码可口性其实也不差 所以说这个没有好坏之分 对吧 OK 这是它简单的美举的使用方式 没有问题 好 接下来 再定义美举的自描述方法 也就是说 咱们在美举里面 不仅仅可以定义美举的量 还可以定义方法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OK 同时呢 这个地方大兴可以调用到方法 对吧 如果我这是美举的一个Python 所以说呢 用这个描述方法 看到是这行 机器学习必备 没问题吧 当然现在暗源也支持 Swift也能开发 Java脚本也能开发 对吧 OK 接下来 再定义一个美举的参数 是这样啊 咱们不光可以定义一个美举的值 还可以往这个值里面传上一些个参数 这个地方呢 我给您简单的演示了一下 如何咱们定义代参数的美举 这个地方呢 其实也不是很难 咱们大家都代码呢 就能明白 OK 接下来 接下来也是更常用的 这个是在咱们怎么说呢 数据库访问时非常的常用 咱们定一个结构体 用于干什么 用于传递值 也就是说它是值对象 大家请看 我这结构体里面 全都是一些个属性 对吧 用于传递 比如说我定一个loginfoam 对吧 那么这个loginfoam会接收用户在 这个登录这个页面 所输的所有的内容 然后呢 再判断对不对 对吧 咱们在几层 因为咱们一般设计数据库时 或者设计系统时 都要分成几层吗 UI层 业务层 控制层 数据层等等 咱们层与层之间 传递数据的时候 用的就是这种值对象吗 其实就是用的结构体吗 对不对 好执行一下 没有问题啊 OK 接下来协议和扩展 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 在Swift里面 叫协议可能大家不好理解 对吧 其实它就相当于 Java里面的接口interface 这么说就能理解了吧 它只是定义了一个接口 每个实现它的类 都必须要实现它定义的 所有的接口的属性 以及方法 没有之一 对吧 OK 这个我给您简单的演示一下 多数据库产品模式的设计 是这样 我在做以前一个证券系统的时候 我就采用过多数据库产品的设计 为什么 因为我们做的是产品 要给客户去部署 但是客户是采用哪种数据库的话 是未定的 对吧 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做一个 兼容多数据库模式的 这么一个产品 我采用的就是这种多数据库产品模式设计 定义一个数据库的接口 然后根据不同数据库 做不同的实现 比如说Postray 比如说MySQL 比如说Oracle 对吧 比如说SQL Server 都可以 好 咱们执行一下 如果您要想参照这个多数据库产品设计模式 就参照我这个代码就够 当然了 有朋友就说 可能我们这些就比较复杂 可能我还想再多设计设计 其实应该在接口和在这个接口实现的中间的这个位置 应该再加设计一个抽象类 抽象所有的数据库的共同的部分 这个有机会我再给您介绍吧 好吧 这是多数据库设计模式的支持 好 咱们再往下 扩展 是这样 就说咱们拿到了一个类 这个好像是Apple 苹果开发的独特的地方 就说我有一个类了 对吧 这个类的功能也够用 也好用 对吧 但是随着业务的需求 还要再增加一个新的功能 对吧 这个一般是咱们自己的业务 咱们就改代码就行了 如果是别人的第三方的库 怎么办 咱们就往里面去扩展它 去增加功能 比如说 我给刚才的Postray SQL这个类 再增加一个 P处理的函数 对吧 刚才咱们做的数据库类 大家请看 是没有带这个P处理的 它只能执行一条SQL语句 对吧 同时咱们数据库接口 也只提供这么一个 执行一条SQL语句的API的接口 随着业务的发展 可能咱们要做P处理了 可能咱们要做事物了 对吧 那怎么办 咱们就扩展一下 这个Postray类 咱们再给它追加一个方法 这样的话 咱们在调用的时候 大家请看 这个Postray这个类 咱们在实力化 在使用的时候 就能够使用到新定义的方法 非常的方便 这个我真的觉得是非常的方便 隆重推荐 好不好 OK 接下来 错误处理部分 这个没什么可说的 系统运行时候发生错误了 咱们该怎么做 这个没有什么弄好 都是标准的语法 您这样写就可以 像我这个地方 定义了一个数据库的错误的枚举 有哪几种错误的类型 然后咱们在执行数据库操作的时候 可能出现某种错误 咱们就直接抛出这个错误类型 然后咱们在调用它的地方 进行捕捉 然后catch住它 然后显示出信息 同时 如果您要不想使用这种 do catch的方式 您也可以采用这种 返回变量方式 但是在try这个地方 大家注意看 调用它 因为这个地方 这个函数要抛例外 所以说咱前面要加个try 对吧 这try的地方 如果咱加上一个问号的话 它就不会抛例外了 它会把抛例外时候的处理 变成返回一个nil 返回一个空 就可以了 好不好 OK 以上就大概给您简单的 介绍了一下 Swift开发最基础的语法 我认为 您了解了这些个语法之后 您马上就能够开发一个简单的 基于Swift UI的iOS小程序 今后我也会给您带来 iOS开发课程 希望您能够持续关注我的视频 好 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了 我今天的代码文档 都会放到我的discord专区 有兴趣的朋友 您加一下我的discord 然后下载代码就可以了 好不好 OK 那么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谢谢您观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